今天,华谊兄弟副总裁,实景娱乐总经理情开与,出席,和由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办,娱乐资本论和北京文化产业投融资协会承办的新闻与50人论台首届创投峰会,并进行了题为《已经品IP推动文女融合,被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的主旨演讲。 今年来,伴随经济的增长与文化产业业业台的创新演变,依图文旅旅游实现融合发展,推动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以成为中国的地区的普遍共识。 在文旅高速融合发展的当下,盘国文旅资源,促进文化产业化与旅游资源深度结合,以致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新闻旅50人论单首届创投峰会,即将行业现状,提出在消费升级背景下,文化创意如何服务城市更新? 在产业转型趋势下,文旅小镇如何讲好文化故事?在文旅融合框架下,文旅融合如何衍生新模式?新业态?等一系列问题,来业内多位专业人士共化一期。 活动现场,金开与同意会嘉宾,分享了华裔兄弟的实景娱乐探索,以及对影视推动文旅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助力文化自信的思考世界。 从线上到线下电影IP转化的独特优势,华裔兄弟自2011年起设足实景娱乐领域,是中国最早布局实景项目的影视公司,经过不断的尝试与摸索,打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文化旅游业态。 2014年,观兰湖华裔兄弟冯小刚电影公社正式开街,是华裔兄弟实景娱乐第一个投入运营的项目。 据统计,冯小刚电影公社自2016年开始,游客数以连续两年突破200万人次。 上个月23日,华裔兄弟电影世界苏州正式开业迎客,这是华裔兄弟首个电影主题公园,也是国内首个以自持电影知识产权为主题的文化体验项目。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电影世界游客数达到近两万人。 开业二十余天,华裔兄弟电影世界苏州的游客口败不断发酵,为称之为苏州不可错过的旅游新地标。 秦开宇在主题演讲中表示,华裔兄弟电影世界苏州之所以能获得好口败,主要在于其集中体现了华裔兄弟在IP转换上的优势, 以及以华语电影IP为主题的实景体验项目,游客在文化上的牵挟感和认同感。 华裔兄弟电影世界苏州汇集了集结号、太极、非诚勿扰,和敌人节等七部华裔兄弟的优势电影IP, 打造了星光大道、非诚勿扰、太极、集结号和通天帝国五大主题区,为游客带来了华语电影IP的进入式体验。 同时,秦凯宇还提到华裔兄弟在实景娱乐领域的优势所在。 首先是内容优势,华裔兄弟成立24年来,已经推出了160余部优质的电影作品。 丰富的IP储备和持续,创造优质IP的能力正是华裔兄弟进军取景娱乐领域最核心的优势。 系统性的业务联动是另一重要优势,华裔兄弟围绕大娱乐生态圈, 战略推动个业务板块间的协同发展,让IP实现线上线下流转最大化。 并从内容创作环节,开始为实景娱乐的发展储备IP资源。 值得一提的是,华裔兄弟实景娱乐,经过七年时间发展。 其项目的模式探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0模式的代表项目是冯小刚电影公社,由华裔兄弟输出内容及品牌,合作伙伴运营。 2.0模式是指华裔兄弟电影世界苏州,同样是华裔兄弟输出内容及品牌,但由华裔兄弟自主运营。 3.0模式是通过2.0模式的经验积累,将来可以打包核心优势,统一输出品牌和运营能力,实现对整体项目的轻资产复制。 从经济到文化,实景娱乐民族品牌的影响与使命,长期以来,国内的实景娱乐项目,都以单一机械或演绎观赏为主。 一花与电影IP被基础打造的文化体验项目,正填补了中国文旅市场的空白。 目前,电影实景项目在国内虽然还处于培育期,但其所具有的积极影响和产业意义在国际上早已得到反复验证。 从经济角度看,电影实景娱乐项目,可以为实体经济注入新动能,开辟新的增长点。 清开日表示,电影实景项目可以从点到面激活区域经济,从创造就业机会开始,推动区域人口和消费量的提高。 带动周边基础设施和配套产业的整体完善升级,拉动实体经济的多元化增长,已坐落在阳城湖畔的苏州电影世界魅力。 该项目大约有1200名游工,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本地。 随着项目影响力升级,政府大力支持和周边商业生态的不断完善,这里将有望成为苏州又一个经济发展中心。 他同时提到,电影实景项目还可以拉动整个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促进地方经济改革,以逢小钢电影公社的游客树为例。 72018年景春节期间的接待游客树就接近20万人次,不断增长的客流所带动的旅游消费已经成为海口当地先的经济增长点。 从文化角度看,华裔兄弟实景欲乐项目不仅融合了电影艺术,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比如华裔兄弟电影世界,苏州运航了盛唐文化,太极文化等多种元素。 金开宇表示,作为极具民族特色的国货精品,他们不仅丰富了民众生活,为城市发展打造了生动的文化名片,同时也是在以好莱坞电影为基础,代表美国文化的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纷纷进驻中国市场时,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种回应,是对国人文化自信的一种提振。 未来,华裔兄弟的实景欲乐项目,将不仅仅开发自己的优质IP,更愿将一形成规模的平台开发给所有影视行业伙伴,汇集更多优质IP,共同推动中国实景欲乐的健康发展。 作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民族品牌,华裔兄弟在填补中国实景欲乐行业空白的同时,也将继续践行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使命,以不断推出更多更好的华语电影为着力点。 通过实景欲乐推动文旅融合,助力文化自信,拉动实体经济增长,为提高国民文化产生贡献力量。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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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3号参戏